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月革命请他讲过了新冷战 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新冷战 新冷战已经讲过了三次 这一次延续前三次的继续讲新冷战 本世界的新冷战与上个世界的前一次冷战一样 争夺是全方位的 涵盖了陆地 海洋 天空 太空 现在更加上了网络虚拟空间 而南海更成为中国与美国争夺的最激烈的决斗场之一 在这片蔚蓝的海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起来那么平和 那么辽阔 那么和平 但是它实际上是各方力量在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争执从何发端 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战略意义 让大家抢得难舍难分 让大家八仙战海 不是八仙过海 是八仙战海 各显其能呢 在军事 经济 外交 国际法等各个层面 你来我往啊 难解难分 我们今天呢 就想请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的张博树教授 给我们谈一谈 博树教授 您好 哎 华尼兄 您好 我们想请您啊 谈一谈 因为前几次啊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做过预告 就说这个新冷战中啊 南海啊 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不能不提的 这个海洋啊 历来啊 都是风急浪高啊 而南海争议呢 它是据我所知啊 可能我说的不对的 您随时纠正啊 南海争议 别客气 别客气 对 据我所知呢 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开始发端的 有人甚至说是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一个遗留问题之一 您怎么看这个南海争议的由来呢 这是向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OK OK 我们讨论啊 那个说南海问题是二战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之一 说的可能这个提法可能过了一点 因为在我理解呢 南海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战后逐渐产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说二战 遗留下哪些个重大问题 在后来的冷战时代成为焦点 那首先当然是欧洲问题 特别是柏林问题 你想柏林的话呢 这个战后在整个冷战期间 有过两次重大危机 48年一次 然后61年一次 那当然都是可以说影响全球的 当时这个美苏之间的这种冷战的焦点 其实还是在欧洲 亚洲当然发生过像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这都是冷战当中的重大的话题 南海当时还不是 南海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战后逐渐逐渐行动的问题 简单的咱们回顾一下这个历史 南海这块地方的话呢 其实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一个不是那么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 成为好像各方追逐的焦点 当时还不是这样子 您说的这个本世纪初 上个世纪初 上个世纪初 那就是二十世纪初 二十世纪初 因为什么呢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比如说南海那块地方 总起来说还是个无主之地 就是说当时它的主权到底是谁的 或者说人们是不是在那争夺这块地方 当时还一点都不明显 甚至还不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说中国大陆我们到现在位置一直在 我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南海是如何 这个神兽的权如何如何 其实这个提法的话呢 它是接续民国政府三十年代的提法 民国早期的地图 还没有把今天的南海的大部分划入中国的版图 至多是把西沙还有东沙群岛说这个地方是我的 南沙这个地方太远了 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 那其他的这些国家的话呢 越南也好 日本也好 还有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也好 他们好像真正说对这块地方提出主权要求的 至少上个世纪初 当时也没有 我所知道的话呢 比较早的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 说这地方是我的 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由法国最先搞的 因为法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嘛 整个这个印度之大时 当时是法国的住民地 所以它是把这个 这个等于是越南以东的 这个一个大片海面 他是想把它去为己有 因为法国是一个 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嘛 老牌帝国主义 对吧 他是有这个意图 后来到了这个 二战期间 由于日本 几乎这个这个 这个占了菲律宾 是吧 占了香港 占了新加坡 马利西亚 那整个南海 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湖 所以那段时间 日本确实也曾经提出过 对这块地方 这是我的 但是很快 后来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也战败了 那么这块地方 到底是谁的 我看了一些材料 当时其实这个 这个美国人开始有个想法 说不行这块地方 联合国托管吧 但是呢 他又觉得 法国人未必 未必同意 因为法国原来是 是这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中南亚的霸主之一吧 那么当时二战期间 法国和美国之间 又是同盟 战胜国以后的 法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算五大战胜国之一 而且他当时 显然有重返 印度之大的意图 美国的话呢 基于 还要和法国搞关系的 这么个意图 所以他 虽然提过 说不行的话 这块地方有联合国托管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 这个这个 你看战后的时候的话呢 就关于南海 或者叫南中国海 按照国际这个说法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当时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后来当然是 这个1946年底 中华民国 曾经派了两艘军舰 去了南沙 去了西沙 宣示主权 而且是架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美国送给 这个中华民国的军舰 有人就说 哦 这是不是说 美国支持这个 这个中国在那个地方 是这个主权 其实也未必 只是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 这个觉得 好像有这个必要 然后他就去 去把这两个 两个岛 这个南沙的太平岛 然后这个 这个西沙的永新岛 那么到了战后的话 大体也就如此 法国的话呢 是在 47年以后 逐渐回回到英国之南 这个也不讲 但是说 说这个成为 说冷战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 一流问题 成为各方 争执的焦点 追逐的焦点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过 好 那就是照您刚才所说的 实际上南海争议啊 在战后一段时间 其实并没有那么 那么明显 我相信 没有那么重要 对 对 对 但后来的话呢 是从上个世纪的 70年代 就开始 这个问题就开始 凸显出来了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啊 它是 一个呢 是又有 全球 是吧 当时 新冷战嘛 当时的冷战的话 两大阵营对峙 这个大背景 同时呢 又有这个地区 它的民族利益 和意识形态 这种种因素 那么 怎样使得 这个问题 变得越来越复杂呢 这个要请您讲一讲 另外呢 我想请导播啊 把这个地图 对 现在我看 我们看到 这个网上啊 我们的这个屏幕上 出现了这个地图 看看这个地图 就对这个地区的 形势的复杂性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请这个博树 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会变得 越来越复杂 那我们就从70年代 这个 您可能知道 1974年的时候的话 中国和当时的南越 南越政府之间 曾经打回仗 这叫做中越西沙之战 对吧 那么 实际上就是在西沙寻岛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个西沙寻岛那个地方呢 40年代 国民党的政府 曾经派军舰过去 这个占领了一部分 但是后来49年 国民党败首台湾了 然后他的部队 也就彻底了西沙 后来到了55年前后吧 这个大陆 主要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才开始占领了西沙寻岛的 一个部队 今天叫做宣德寻岛 其中的几个岛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是由当时的南越 南越政府来占领 那么到了70年代呢 双方因为西沙寻岛 曾经打回仗 当然总的来说是中国胜 这个南越办理 中国之所以要抢这个地方的话 是担心 就是从当时整个冷战的 这个大的格局出发 因为这个中国和苏联 当时已经 已经脑白了 关系非常紧张 69年双方 珍宝岛还打了一仗 苏联当时是在中国 北部边境 成兵百万 那中国当然也担心 南部 这个受到苏联方面的 势力的威胁 那本来呢 像越南 越南北方 这个 在整个这个越南和美国的这个战争当中 中国是支持越南的 当然苏联也支持 但是 越南北方后来逐渐逐渐的话呢 它更倾向于苏联 作为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边 那么它是站在苏联那边的 对于中国的话 尽管中国也支持它 但是越南内心里面对中国人不信任 那么基于这么一个背景的话呢 中国很担心 就是这个南北方 因为当时这个这个很明显 越南北方是处于一种夺夺南进的这个境界 越南南方当时已经撑不了几天 这个局面当时北京看得很清楚 他就很担心的 如果南北越统一以后 南北越统一 而且他们背后又有苏联撑腰 这对于中国的南部边疆 就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包括海上边疆 所以这是1974年 这个中国趁着南北还没有北越 先跟南越打了一场 把这个西沙青岛给他拖回来 这是这一场战争 但是这场战争的话 同时也提醒了越南北方 所以在这个南北越1975年统一以后 统一后的越南就迅速 占领了南沙的这个一些岛角 这就等于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就是说这样一个基于一种既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 也还有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国异特点的 这个争夺实际上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当然就是 这个整个南海被发现有充分的丰富的资源 那包括油气资源 还有其他的渔业资源 矿产 这个是在七十年代的话呢 从这个地质勘探这个角度来讲 有重大进展 人们就发现 哇 这南海的地方还是个聚保团的东西 那边好东西很多 这一来的话中边国家几乎全都坠先三尺 统一以后的越南是一个 他为什么他要迅速的抢占这个原来的这个门人战的 南沙的一些岛角 他除了和中国对抗以外 他有这个争夺资源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这个东边的菲律宾也是一样 菲律宾也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动手 然后去这个这个 可能就抢占一些岛角 中国的话这方面其实说起的是个后来者 刚才我说的七十年代还只是西沙 西沙离中国海岸还比较近 南沙当时中国的海军也还够不着 说老实话 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当时都是一些很小的小炮艇 开不了那么老远 所以当时这个南沙是望尘莫及的 这个真正说中国南沙 那是到了八十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 这个中国的海军也有了一些发展 中国的国力也有了一些发展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开始争夺 我们一会儿没准有机会 比较详细的讨论这个 那么就是说在冷战的七十年代那段时间的话 大体上是综合状态 这个到了八十年代的话 就刚才我说的 这个中国的文革也结束了 改革开放也开始了 邓小平主政 那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苏联的危险仍然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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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考虑要向南沙进行更大规模的动作 当时呢 主管解放军海军的是刘华清 海军司令员 这刘华清呢 有人称之为是中国的马汉 马汉将军就本来是个美国人了 以这个海权论的主张和著称 那么说这个刘华清是中国的马汉 是因为他在八十年代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战略 叫做所谓这个积极的近海防御 积极的近海防御战略 就是中国海军不能只是在这个水边上 大陆的边上沿沿沿沿这个地方 那不是 你至少应该能够到第一岛链 能够这个产生有据控制权 这是刘华清在八十年代提出的 很具可以说是很具占个眼光的这么一个地方 当然也深得邓小平的赏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关于南沙的争夺 这才开始进入这个比较紧锣密鼓的这样一个阶段 咱们说的再细腻点 这话还是说到密会再说 就是关于这个八十年代 下面那个问题 我觉得你下面说还有类似的问题 对 下面那个问题可能也就是谈八十年代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冷战越来越接近后期 这个1982年 就是您说的八十年代 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呢就签署了 通过了签署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就签字了 那么这个南海争议啊就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因为过去是无法可依 现在呢是有法大家依不依 中国呢是签署了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看来是没有打算遵守 而美国的话呢是到现在都没有签署 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是现在了是吧 就当时在这个冷战时期还不是新冷战 就冷战时期 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签订签署啊 那么使得这个南海争议它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呢 您刚才说正要讲八十年代讲细一点 那正好啊 那就请您讲细一点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大概现在暂时现在把这个话题啊 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整 因为刚才说的是这个刘华卿作为中国的马汉 在这个积极的推进中国的绿水防御 或者叫近海防御战略 那是那是一个话题了 我们一会会接着这个话题来聊 现在因为您谈到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南海问题的一个背景 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文献 这里面涉及到对比如说这个海洋归属 这个海江化界 还有海岛的这个法律地位等等 这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个国际法方面的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又都和今天咱们要讨论的这个南海问题相关 所以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围绕这个82年这个海洋法公约的一些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这个公约的话呢 的确是1982年这个制定的 而且很多国家嵌属 但是真正生效是在1994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他这个要有一定国家嵌属以后 他在一定数目的国家嵌属 他在那里做生效 当时呢这个中国是重要的 这个算是签约过 但是中国就像您说的 说在遵守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海洋法工业方面的话 似乎并不是很积极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因为海洋法公约对于海洋化界的规定 有些地方对中国是不利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南海 我不知道您刚才不是说 我们导播已经把这个南海的整个地图给大家展示了吗 大家从这个地图里面应该能看得很清楚 如果可以的话 现在还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这个地图 这个整个南中国海 整个南中国海大家能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海洋 大概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我们中国整个陆地国土面积也不过九百六十万 它这就是三百多万 就是坚持三分之一还要多 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从这个我们的广州 就是这个 这个中国大洲的南端 从那个地方算起 一直到这个 就是说中国南海的最南边 中国号称拥有主权的 那个叫松果岸上 那个地方 直线距离是超过一千五百公里 你可以想象这个要多大 另外的话 这个中国不是有一个著名的九段线吗 对吧 这是作为这个中国号称对这个南海力气 拥有主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 这个线的话 的确是民国时代的话画出来 当时叫十一段线 现在的九段线 那么这个九段线呢 它从东边算起 你看啊 这个 沿着菲律宾的边 是吧 再往下的话呢 是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边 是吧 然后再往这边的话 到了马来西亚的边 是吧 对吧 是吧 这画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多半圆的 这种椭圆形的这样一个线 那几乎是沿着其他这些国家的加盟上滑下来 对 这个西边呢 是在越南的边 西边又到了越南的边 有人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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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段线呢 就像一个舌头 中国伸出来一个大舌头 很像很像很像 没错是吧 没错 除了到了西边最北边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北部湾那个地方 这是后来中国和越南在毛泽东年代 签署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协议 算是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两国之间的 这个这个海洋滑溪 那民国时代的话那还有两条线 那还有两条线 所以民国时代是十一是一段线 对 现在是九段线 那这形象是确实像一个大舌头 那你想想啊 说这个这个从中华民国时候 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称这么一大块的这个海域 都是中国的 那按照现在我们刚才说的 八二年的海洋法公约 这个就出现问题了 是吧 因为海洋法公约强调什么 说这个像这些个海洋面积 特别是相邻国家 有时候共有一块海洋的时候 海洋的时候 那怎么来确定这个海洋的主权 它归属是谁 这就容易 这就会产生矛盾 那最后的话呢 国际法的话 大体是按照两条的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 一条嘛就是叫做 所谓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原则 这是一条 第二条的话呢就是 这所谓等距离中心线 大陆架自然延伸这个好办 比如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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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个国家拥有一片海洋 没有人跟他争 那这个说的话呢 大陆架自然延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办法 但是如果说若干国家共同拥有某一块海洋 大家都在这个海洋周边 就像现在说的这个南中国海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国他的这种这个这个这个主权声索就会产生处理 解决这个冲突呢 海洋法上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按照中心线来划进 其实现在大部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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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那种海洋 这个这个归属上的一些争议 都是通过这个办法解决 但是要是这个办法解决的话呢 那像南海中国肯定就不能够 他现在目前拥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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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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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他就不能成立了 那你想想你怎么可能说 你把你的这个海洋的南端你都跨到人家马来下得很好 刚才我说了对不对 是吧 中马人差距离 距离中国广州一千五百公里之遥 距离那边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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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只有一百公里 是吧 完全是在人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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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无价这个这个范围之内 或者按照这个海洋法工业的说法是吧 每个国家们 他有十二海里的领海是吧 还有二百海里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济专属区 是吧 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呢 像中马人差这个地方 那就属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专属性去去 那当然是吧 按照这个法律的话 那对中国的这个海洋诉求 他都不立即 这我想的话 这大概是这个 中国尽管也也有时候也在援演海洋法工业 但是也说的话呢 这个这个东西不是不是绝对 那说这个国际法是一个体系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其他的不可 另外中国非常强调所谓历史权利 那也就是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为中国所有 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 这个当然我个人也是去怀疑的 我们一会可以再讨论 所以简而言之呢 就是说在这个海洋法工业出了以后 那对于中国坚持在南海地区的主权 多多少少是有独立的民主权 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说 说美国好像这个没有欠署这个公约 这个也不假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美国也确实还没有加入这个 没有欠署这个海洋法工约 尽管美国当年是这个公约 起草的时候的重要参与 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了说 美国竟然是积极地参与起草的这个公约 为什么它最后不欠署 这个事与欧语我这么感觉 大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美国国内 这问题上的意见不同意 因为按照美国法律 任何一个国际法通过 都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美国国会批准总统才可以欠署 但是美国国会在讨论类似问题的时候的话 内部产生了很大争议 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欠署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能欠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海洋法公约里面其中的某些内容 比如说关于这个深海资源的管理 这个问题 这个美国国会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 这种管理规则和美国人所讲的那种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是相矛盾的 就是说你把这个国际深海资源的这些东西当作人类的共同财富 要委托一个共同管理美洋会 这是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基本思路 这个思路当然在我看来是对的 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时代 对于这个国际的海洋资源应该属于是人类共同财富 委托一个共同机构来进行管理 这本来是对的 但是这的确和某些个仍然拥有一些个 这个19世纪以前的那种贸易帝国主义思想 或者带有这种一序的 一些美国人大概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解释 因为他似乎和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 自由开发的原则相争 这好像是美国国会里面一部分人 不赞成美国欠署海洋法公约的一个理由 那么就此而言 这部分美国人显得有些困难事 就是咱们要批评这个美国人的立法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八十年代初毕竟当时还是国际冷战的时期 就是我们说的传统冷战的时期 美国人大概也担心 苏联人会借助这样一个海洋法公约里面的某些条款 来为苏联集团谋理 在这个美苏对抗上的大背景之下 那有些美国人有这种担心似乎也是 也是合理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大体的话我想至少有这么两个原因吧 可以解释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一方面积极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 另一方面它最后的话呢 它又没有能够真的去欠署它 所以这么你还显得比较粗杂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说呢 到现在为止 美国因为它不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欠署国 所以呢 它在这么那里说话显得不那么太硬气 大国政府也经常批面说 你根本就不是欠署国 对吧 你老在这说三道四的你有什么可说的呀 对啊 让你唠一话诈 这时候现在美国政府也在反省 我经常听到的这一种批评就是说 你连签署都没签署 你还指责我们不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 这是我听到很多这种说法 是是是 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当然事出有因有它的复杂性 刚才咱们之所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也是想说明这个发现 但是呢 美国从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他们 虽然他们没有签署海洋法公约 但是他作为国际海洋秩序的一个维护者 特别是二战以后所形成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他在这个方面 他的立场是坚定的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至少这个我觉得 这个 这个 从一个 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立场出发吧 这一点 应该还是 还是 不能怀疑的 他判断什么事情大概都有他相对复杂的一面 包括对美国人行为的判断 对吧 那这是关于这个海洋法这块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咱们回到南海这个问题 既然这个海洋法公约是这样一个规定 而中国的话呢 在南海问题上可以说八十年代 就是邓小平主义那个年代 其实已经是一个志在必得的倒台 他既有和苏联当时这个冷战年代的那个考虑 同时也有这个油气资源和其他这个海洋资源方面的考虑 所以到了这个八十年代后期 那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动作就开始加大了 你看到了一九八七年 中国已经派出了远沿考察团 把这个南海整个做了一个非常透彻的一个考察 他的水文地质 他的岛礁分布 这些岛礁现在有哪些个是被人占领的 哪些个还没占 他就开始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考察 然后到了八七年就开始 而且想说当时北京的动作还是很巧妙的 因为联合国是希望各国能够为海洋资源的勘探 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一些基础设施 号召各个国家的话 只要你有条件的你就在这方面来做点贡献 然后中国就借助这个 很联合国有这个要求 说我们中国愿意在南海我们先建一个检测站 对整个南海的水文迹象进行检测 这检测站的话呢 选均就选择了永属教 是南沙上的一个道教 这可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然后最明显的道教他已经缠了 大概占了二十多路 给中国的话 中国当时这个像永属教 那只是一个 我们要用一个词 专业名字 就是属于海洋地貌里的专业名字 它只不过是一个盐块而已 这点也可能需要跟我们的听众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盐块 按照国际法呢 这个海洋法公约 这个属于是海洋里的各种地貌 它区分的三种 每一种具有不同的这个法律地位 第一种的叫岛 一个岛 岛的概念的话呢 当然比较好理解 是吧 四面寒水嘛 而且不管是潮溪还是潮落 潮长还是潮落 这个岛呢 它总是漏在水面之上 这个就可以叫岛了 当然按照这个海洋法公约说 你这个岛要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比如说你要享有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 享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那这样的岛 你还不能光是四面寒水 然后怎么着 这个多多在上面 那个还不够 你一定还要有助人的条件 就是说呢 上面岛上有这个淡水 有其他的资源 有其他人类能够栖息的基本条件 像这样的岛 OK 那就是一个岛 这是第一类 它的海洋法上 它的这个法律地位最高 第二类的话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所谓这个盐块 或者叫这个礁石 那么它的特点的话 就是说海水这个 这个落下去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大片都漏出来了 涨潮的时候的话呢 它会淹没掉很多 但是仍然会有几个 这个高点 几块岩石 仍然突出在海面上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它就沿块 沿块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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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海洋法律的地位 就低于海淘 它可以拥有12海里的这个 这个主权 但是不拥有200海里的 金体转出去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的话呢 海洋法律叫做 所谓第一潮高地 第一潮高地 意思呢 就是说 它也是一片 一片海洋地貌 在这个海水落潮的时候 它会显示出一部分 某些的礁石 某些的平地 它可以显示出 但是一旦海水涨潮 就把它全部淹没了 完全看不掉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叫做所谓第一潮高地 只是在海水第一潮的时候 它才能露出一些 像这样的地貌的话呢 它完全不具有任何海洋法律地位 也就是说 它既不拥有12海里的这个主权 也不享有200海里的金体转出去 这是三个概念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K 那么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越南和菲律宾 已经这个杰逐而先 占领了或者叫抢占了 南沙这个整个群岛 实际上是无数海礁 区区多多的海礁 大概上百成千个 他们已经把这些最大的海礁都占了 当然这个除了台湾 台湾刚才这么说了 它在四六年就占了太平岛 太平岛是整个南沙海礁当中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岛 其他的比较大的 基本上像越南给占领了 又让菲律宾占领 就是说海潮涨起来以后 只能在海平面露出几块礁石的 大概不超过一米高的 就这么个岩块 那个 因为当时在越南和菲律宾 他们看来大概这地方 没什么可占的 没什么可抢的 在海洋里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没弄 这些个反倒让中国都看到了 刚才我说了 八十年代中国做了详细的透彻的勘探 那就是看看南沙这些个 这些个埋在水里的岛桥 哪些个真正具有战略价值 哪些个可以具有开发价值 当时就做了非常非常任意的测试 所以确定在余鼠礁这个地方 首先建计观察战 然后以这个为名建计军事绝点 他就是考虑了这个地方 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这是八十年代 然后这个大中国战略 就被勇鼠礁以后 越南当时很慌 越南就感到有某种威胁 然后他就想赶紧想抢占其他的 他还没占的那些个 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节奏 中国当然这个时候 既然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 所以就开始和越南争夺 这个争夺的结果 就是1988年 中国和越南海军之间打了一场 那个地方的话叫赤花礁 也是一个相当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盐块那种类型的 那么一块海洋里面 围绕赤花礁 还有两三个其他的这个交参 双方打了一场 最后结果 越南死了几十个视频 中国大火全身 那一家伙的话呢 这个中越 中国抢占了赤花礁 那华阳礁 还有什么主币礁 西门礁 等等吧 大概抢了有六个这个 这个不同的地区 这是一个 这是八十年代可以说 中国在这个这个 南沙抢占这个方面里 就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然后到了九十年代呢 九四年 中国又在靠近这个这个 菲律宾这一侧 也就是南沙穷岛的东侧 这个 又拿下了我看看啊 哦 美基球 又抢占了美基球 这是从这个菲律宾那边 本来是这个 靠的比较近的那种地方 这样子的话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中国基本上 在整个南沙群岛 控制了将近十个 不同的岛 并且在那个方向 开始具备了一个 大规模建设的一个基础 当然真正进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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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圣体 超大规模的建设 那是最近五条省 我们可以一会再生 总的说呢 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大体上 中国在介入西沙 啊 增强西沙群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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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群岛的这些个 岛礁方面 获得重大的 这样的 好 刚才 我们在屏幕上啊 我看到啊 就是 我们的导播呢 放上了照片 就是中国啊 正在填海造岛 嗯 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大家 我想我们的观众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要填海造岛 因为这个既然国际海洋法公约 它是这么规定的是吧 只有这个海岛 岛 只有岛的这个法律地位 它就才能够有有既有临海 又有这个专属的经济区 那么这个 否则的话 你不造岛的话呢 不让它高出海平面 让它海海水涨潮的时候都不能 都没法淹没 而且上面能助人 要建设到这个程度 那才具有这样的法律地位 那就是中国为什么 它要在这些地方 它要建倒 当然它直接的就是说 它也有这个军事目的 上面建这个雷达站啊 建简易的机场啊 是吧 它也有这样的一些目的 那么下面的问题啊 就是说 您刚才已经讲到了90年代 就是说上一个世界的冷战 它逐步就落幕了 本世界 新冷战的话呢 就逐步 经过您上次说的 有一个后冷战时期 在后冷战时期 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到现在的话呢 新冷战 逐步展开的进程当中啊 这个南海的 争夺又开始 越来越激烈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那南海具有哪些方面的 战略意义呢 在中美这个争夺的问题上 OK 是吧 就是说啊 那我们的话题就回到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系列节目当中的 主话题 那就是关于新冷战 新冷战 对 对对对 新冷战 在这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南海问题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是吧 实际上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 这个南海的话呢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北京的角度来看 我理解呢 它是中美进行这个这个新冷战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上的必争之地 对北京对中南海来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说过了 新冷战的特点嘛 是基于中国和美国 或者中国和西方其他的 西方民主国家之间 在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不同 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一种博弈 甚至产生的一种对抗 这是我们定义新冷战的一个 基本的前提 这个我们前面的节目谈过 那么南海问题本来看起来 似乎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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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之间 关于领土和海洋领土之间的一种争夺 那这问题的话呢 而且美国也不是运内国家 美国距离南海远的很 它不是南海周边国家 所以好像这个 我说这个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中美之间的 战略博弈的问题 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听不懂 或者不同意 这个问题从哪说起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正好在这儿 从表面来看呢 南海 是吧 好像更多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之间 是吧 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之间 围绕海洋权益 所产生的一种博弈 所产生的一种冲突 而且到现在为止 中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一直在谈 是吧 因为中国强调对南海民民主权嘛 但是为什么我说 它就是中美之间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战略环节 是由于呢 中国站在党国的立场上 北京站在党国的立场上 它会把这个周边问题的解决 周边问题的处理 包括南海问题 包括台海问题 包括朝鲜问题 包括印度问题 它把这些问题的处理 通通都当作是中国和美国 进行一场全球战略当中的 一些的重要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呢 南海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民主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的争论 实际上就中国北京而言的话呢 它更多的是中美之间 全球战略国益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开 要看清楚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个很重要 那么当然北京今天在南海的作为的话呢 有民族国家层面的那个考虑 我们不能说它完全略 因为中国今天不是正在讲大国崛起吗 正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习近平的话也在讲中国正在这个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吗 那你首先是要把自己周边的事情要处理好 而按照中国的话呢 从中华民国那个年代开始就宣称这个南海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政府的话呢 从他1949年建政以后也一直是这样宣称的 尽管在70年代以前他没有能力真的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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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足这块海 现在他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已经把这个南海的这个南沙的岛礁 已经大规模的把他天海造主 把他大规模的军事化 已经建成了一个越来越坚强的一个军事意义上的一个堡垒 那这么做的话呢 从地缘政治意义上 或者说从民族国家意义上 他是要把这个地方 他所宣称的拥有的主权要把它做实 但只要这个东西做实了 那党国他就觉得他自身的这个这个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他就有了更多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在和美国进行一种全球博弈的过程当中 他就有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前提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此外呢 这里还和台湾问题有关系 南海问题的话和台湾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而谈到台海问题的话呢 他就可以说他从性质上的话呢 他就显得更加复杂 因为台湾问题按照北京的解释 那是中国内政 那是中国内战的一个遗留的结果 是吧 但是美国和台湾之间呢 是1954年是有国共同防御条约的 因为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的话呢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这块土地说归一些所有的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价值立场 因为台湾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民主 这样一个政权 是一个民主地区 那么按照美国的建国理想和美国所秉持的价值原则 他对于民主人权这块 他有一种保护和这个支持的意义 这是二战以后 美国一直自灭 他自己是有这个使命 这是他在1954年要和这个蒋介石 就是国民党政府签署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 后来到了1979年 尽管说中美之间正式建交了 美国名义上的话呢 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合法政策 但是美国国会仍然通过了对台关系法 那么这个关系法的话 仍然在强调美国有在道义上 对台湾的民主和人权和它的安全提供支持意义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东西存在 所以美国一直在台湾海峡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军力 一方面是考虑台湾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保护其他的盟国 比如日本和韩国 那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在北京的这个这个阅读当中 那就是你美国的话正在围堵 你对我后生的威胁 而且这个首先的这样一个冲突的场所 就是在台海和南海 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么一个背景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 站在北京的立场上 他会觉得我把南海问题拿下 把台湾问题解决 把美国彻底挤出西太 挤出第二岛链以外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中国的安全才有保障 或者说的更准确的是 这是党国的安全 当然现在的话呢 习近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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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雄心大概已经不仅仅于如此 他不仅仅是保持自己的安全 而且他是要向世界进军 他是要在很多地方要取代 是吧 要和美国争雄 甚至取代 是吧 比如说在重塑世界秩序 这个重新引领世界 那这些方面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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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习总可谓雄虚勤勃勃 是吧 所以那么如果他把这个台海 那么的解决了 他把这个南海稳稳的抓住了 是吧 那当然对于这个这个这个 红色帝国的一个全球战略 他将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性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就是站在北京的立场上 他把南海的战略上争夺 不仅仅是看成一个这个 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政治 而且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美之间的 这个全球战略国议的中美之间 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方面咱们就另说了 美国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本来是基于 他这个二战以后所形成的这个 国际积序秩序 美国的话呢 自命是占一个秩序的守护者 这个 而且他当然也有他自己在 西太地区的经济利益 他另外还要保护 像日本韩国台湾 这样一些和他的盟友的安全 那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和中国之间 产生现在的这种冲撞 几乎是必然的 我不知道你老兄注意到没有 最近其实美国政府连续发了不少文件 非常明确的把中国和俄国 作为他主要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把中国是放在第一位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来讲 其实最近这个美国那个 国防长马蒂斯有一个讲话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为什么把中国当作一个战略对手 因为他们在破坏国际秩序 他所说的破坏国际秩序 指的就是南海 和中国在南海大规模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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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海造讨 是吧 建设大规模的机场和其他的军营设施 这是对国际现存的这个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挑战 我之所以把德国也定为 美国最主义的战略对手 是因为他这个这个 直接突兵了克里比亚 要肢解乌克兰 而这些做法也都是在破坏 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 当然说到这儿的话呢 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解释两句 就是美国人为什么把中国在南海这个地方 踏规模的填海造岛 视成是一种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美国人这个逻辑到底怎么来的 要说起来其实不复杂 刚才我给你讲了北京的逻辑 北京就讲这地方本来是我的 所以我在这儿填海造岛以后 我干什么也好 这都我家里的事儿 别人管不着 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 对于这个南海的主权 这种声索 中国方面的说法 只是中国自己的说法 并没有获得其他周边国家的认可 也没有获得世界的认可 现在是对南海这个 同时提出主权要求的 包括越南 包括菲律宾 包括印尼的一部分 还有文莱 好几个国家同时对南海的 某些地区获得全部 提出这个主权生意 那这种情况之下 按照现行的国际法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不应该速度强力 来单方面改变现状 如果说他说我现在有这个能力 我的胳膊是最硬的 我就会去改变他 这件我说是我的 他就是我的了 那么这里面所体现的是 十九世纪以前的那种 从林世界的国际 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国际 而二战以后所形成的 所谓自由主义国际之士 它是反对这种做法 美国作为世界警察 他要反对的 他要制止的也是这种做法 所以美国才说呢 像南海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国家都宣传拥有主权 那唯独你中国现在 因为你现在强大了 你就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 就这么大公共的 这个危海造地 你就这个填海 你就把他这个原来很小的一个盐块 现在变成一个巨大的 相当于一百个航空母舰 那么大的一块陆地 你就这么干 是吧 他干了很长时间 他一直在这么干 当然 反过来说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说 越南既然在 固然他在这么干 但是规模更小 越南国力有限 中国最近五年以来 最近五年来 他这个填海造岛所达成的这个规模 已经百倍千倍于越南 和所有其他国家 在南海地区这个工程师 那当然 在美国人看来的话 你得不得了 是吧 你这么折腾下去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 那你就宣称这个是我的 我就可以就这么干了 那世界上 假如大家都这么干的话 那这事你不做话了吗 哪里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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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哪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国际上出现冲突以后 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通过国一国之间的协商 或者通过诉诸国际法来解决 菲律宾不是前两年 不是报告过中国吗 是吧 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面 是吧 而且确实那个当时的这个 海牙的国际法庭的 这个这个 这个最后判施是中国是输了 对 中国根本不应诉 中国根本不参与 说那就是废纸一章 对我没任何意义 那当然你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那你这你这明显你就是破坏 你根本不把国际规则拿回来 当然话说回来咱俩都是中国人 咱们俩今天做这期节目 是吧 我们的观众里面的话 没准还有不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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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爱国者 是吧 但是话说回来我相信咱俩也是爱国者 是吧 是吧 而是说的话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同时要有某种 世界公民的情怀 是吧 要能够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是吧 包括像南海这样的问题 是吧 我刚才说了这段话的话呢 你老兄大概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能同意 就是我是讲的 是吧 我作为中国人 但是我仍然要站在一个国际法庭 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 像南海这样的问题 是吧 而且这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主权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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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意义上的问题 我是主张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吧 这地方是吧 是谁的就是谁的 谁拥有多少就拥有多少 几个国家之间 是吧 大家认真的商量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吧 我反对像中国目前的这种做法 是吧 就是凭借我现在已经拥有的超强实力 我就把这个地方人为的改变了 当然我这点再补充一句 这种人为的填海造岛 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任何的 他不会说 因为你把这个地方从一块岩礁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岛屿 国际法就承认 这地方就是岛了 你就拥有这个 不但拥有12海里的主权 而且拥有200海里的经济分属 就权益了 都是这样子 中国今天这么大公司前海造岛 其实也不是名义上获得那个东西 它更多的还真的是出于一种军事上的战略上的需要 你想据说现在中国在南海岛礁 已经建了七个军事基地 这是最近的美国的一个智库 让他们公布的 七个军事基地 每一个军事基地的话 大概都相当于一百个航空母舰这么大 所以它那种战略层面的军事层面的那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作为我的 已经是我的内核 作为我的南部军事层面 而且从起来说 它是基于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北京的一种全球战略的虚拟 好 本来我下一个问题 是想说 想问您呢 这个中国目前采取了哪些争夺南海的举措 但是您刚才呢 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 已经说了一些了 这个据我所知 这个我看到一个叫大国之义的一个 这个微信 他据说呢 是中国空军最好的微信 他就有一篇文章中间就这么说 我从这个文章里面呢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呢 这个这个话 听听这个话 你就知道中国的立场啊 中国或者说中国鹰派的立场 他说南海作为中国的内海 却非常受到国外势力的关注 主要原因是因为南海周边各国 对南海有非法的主张 嗯 这是他的提法了 这您一听就知道 他这个立场所在 这典型我们这个鹰派 鹰派军人的提法 没错 他这个里面呢透露了一个信息 我还没有看到别的报道 因为我还是比较孤陋寡闻的 他就说 中国已经正式开发海上浮动性核电站 国有大型核电企业设立了开发南海海上核电的新公司 最快将于2019年也就是明年投入运行 到2020年代呢 中国将建设约有20座海上核电站 主要的选址除了中国北部的渤海就是南海 嗯 这个呢 那刚才我说这个题目 本来想向您请教这个问题 这个您刚才已经谈到一些 但是我下面想进一步的问一下 就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构想啊 那么这个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当中 南海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角色呢 OK 那一带一路本来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如果我们要谈这个新冷战 谈这个红色帝国的全球扩张啊 这个崛起啊 那一带一路的话 应该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谋划啊 但是它的主要方向是向西的 对 是吧 它是为了扩展这个红色帝国的后方和它的战略纵深 但是呢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个一带一路嘛 这个一路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路的话呢 它是要通过这个中国的这个南海 一直然后往下进入过这个马力加海峡然后再向西 这个一直进入印度 那么这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南海当然构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从整个红色帝国的全球的战略谋局来讲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一个方面 它是在东面要抗衡美国对它的这个在北京眼里的那个压力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 美国似乎在结合它的盟国对中国的这个正面构成了压力 似乎甚至在围堵中国 那中国是在破解这个压力 另一方面的话就在西部 在西方 在整个西面 来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向西开发来拓展中国后方的战略动身 并且的话把这个中东 欧洲 还有这个西亚 然后甚至到非中 整个这一块的话呢 成为广大的中国的战略后方 这应该是红色帝国整体的这样的谋局的一个大盘子 所以在这个大盘子里面的话 南海的确矩成轻重 它同时和这个中国正面的这个战场和它这个这个西部的这个开发 两个方面都有关系 这就为什么说现在北京把南海一看得如此不重 李老兄刚才提到 现在不但是要站着建什么什么这个活动核电站 而且在军力布局上面 中国现在几乎把它的这个最先进的海空作战力量 这些年迅速发展起来 它的主要的力量 几乎都布置在台海和南海一线 中国最先进的比如说第五台战斗机 这个歼20 最近已经服役了 另外从俄罗斯购买的这个苏35战斗机 24架 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到了 也是要部署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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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一线 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水面舰艇 当然这些发展很快了 我看昨天是这个英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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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智库是吧 他就公布嘛 说中国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边 是吧 建成了一个英国皇家海军 那英国皇家海军可不得了啊 那一战的时候那是世界之牛耳 但是中国现在的话 它就是海上力量发展的如此的迅猛 是吧 过去四年 这个新建的舰艇的数量 相当于现在英国的皇家海军 这个确实很厉害 中国现在的驱逐舰不仅是有052D 这种导弹驱逐舰中华神圳 而且有个055大驱 一万两千吨起 中国的这个国产的航母现在有两艘在舰 除了这个华越式起飞 现在你说第二艘国产航母 将直接采用所谓这个电磁弹射 要弯道超车 直接打到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的这个水平 就是中国这些年的距离发展的确是突飞猛气 而且它的大部分是着眼于南海这一块 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意图呢 就是把美军远隔于这个第二岛链之外 用一个他们这个现在发布的军事术语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拒织介入 就是什么 或者叫反介入 反介入 反介入 on the access 所以翻译成反介入 或者翻译成拒织介入 就是不允许美军航母舰队进入第二岛链 或者进入第一岛链 当台海有事的时候 持缘台湾 不允许 现在解放军的话呢 要达到的一种军事上的战略意图 就是通过它自己的这个日益发展的海空军 还有战略导弹部队 使得美国的航母舰队不敢进入第二岛链以内 来对中国构同威胁 这是目前中国海军要达到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的话呢 刚才我说过了 早在八十年代 当时的刘华清已经制定过这样一个战略发展规划 当时的提法好像就是到2020年左右 要让中国海军能够具有在第二岛链之外 把美军这个挡在这个以外的这样一个能力 现在来看的话呢 好像当年刘华清的这样一个预见 还真的是蛮准确的 所以说它是中国的马汉 还真的一点多点 不算过于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从价值立场来看的话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服务于这个党国红色帝国的举起 这个答案我们也还需要看清楚这一点 那么美国这一方啊 才觉得哪些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反制举措 因为现在我们的时间呢 相对来说已经 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 所以想起您的话呢 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呢 用简明额要的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 虽然超时了 我们还想把它还是要讲一讲 好 哎呀 那那那那只能这么讲 是吧 说来有点尽量 就是 美国人现在基本上无所拥 无所作为 或者说无可奈何 美国现在能做的 你看啊 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强调 说我这要宣誓海洋航行自由 对吧 对吧 他不断的派美国进舰 到这个南海地区游异 有时甚至还到这个中国宣称的 这个海岛的周边 12海里之内 他说我不承认你这个主权 我就要到你12海里之内 就在这个月 还有那个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 还专门到那个南海 去自由航行了一番 自由航行了一圈 对 但是这些做法被北京斥之为 你这是说 航行自由 是吧 你哪里是什么航行自由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美国人这些做法 基本上 对中国行不成任何威慎 他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表示 哦 我这个国际警察 我还没有下岗 对吧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执行任务 只不过显得越来越勉强 现在其实说老话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现在真的是一个极其巨大的考验 就是说二战以后所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美国作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 你在面对今天这儿有个巨大 局面的说 你还能不能够坚持你原来的这样一个立场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的话 美国现在我看是 确实是显得有些寄进可危 一个当然美国的相对国力在衰落 而中国的国力在增长 这就说到美国即便还想坚持它的价值主张 如果真的硬碰硬在中国南海中美两国打一让的话 现在美军的胜算不见得有足够的胜算 这已经显得实实 连美国的这个将军已经看到这个 再其次的话 美国现在摊上今天川普这么一个总统 这是一个对这个价值关怀方面的话 可以说是美国立即政府里面大概是最弱的一位总统 他是不是真有明确的这种价值意识 有明确的这种自由主义国际意识 他来坚守这个二战以后的美国的理想 我到现在看不出来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 中国现在在南海地区的切香肠的战略 应该说非常成立 步步为营 稳扎文党 已经获得了这个实际控制权 美军在这个地方的话再想介入 已经显得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往下会怎么样 说老实话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 站在一个维护世界国际秩序 这个我们也不希望是真的是中美之间 这个打一仗这个意识来看 那现在这个局面总的说是被人堪忧的 我作为中国人的话 这个我正因为爱国 所以我倒觉得的话 目前这种情况 恐怕是这个让人感到深深的忧 好 谢谢博树 谢谢博树老师 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新冷战呢 它既是一个现代进行史 也可以说是一个未来史 是 如何发展的话呢 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各种因素 对于 因为刚才博树教授呢 他是比较 就是说不乐观吧 是吧 甚至是可以说是比较悲观 但是将来究竟怎么样 我们可能还有待 岁月来验证 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 也可能某一个 带有一定偶然性的问题的话呢 突然一出来的话呢 对这个趋势呢 又有一定的修正 甚至是逆转 那么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可能再来请教博树老师 咱们咱们再讨论吧 反正博树会一直观察 一直观察 对 这个关于博树先生的话呢 我知道啊 这个他还对很多问题有研究 在我们这次节目之前的话呢 我就跟他就就谈到了 比如说关于西藏问题 他在前年还是大前年 曾经有一个专注 关于研究西藏问题的 那么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也可能要请教 请教博树教授 另外呢 我们还谈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能更遥远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从五四到六四 五四呢 我们大家知道明年是一百周年 这个博树他写了很大的一套书 六卷本的书 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还是现在进行十 现在是已经出了第一卷 第二卷呢 可能这一两年吧 第一卷十年以前就出了 就写完了 但是后出这几卷 后出这几卷一直就没动 哎呀我都要着急 现在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 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一些话题 的话呢 我们要找机会 向博树老师请教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时间就到场了 我们就 关于新冷战的话题 我们到这个 到今天这次节目 就算结束了 感谢博树教授 感谢我们各位观众 如果觉得 如果我们的观众 您觉得有启发有收获 那就请您留言点赞 如果您觉得有意见啊 博树老师您讲的也不对 高法令你更是胡说八道 那么也请您批评 提速批评 提速批评 大家不能讨论 对对对对 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参与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新冷战这个问题啊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对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 能够形成一定的舆论场 好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电视导播 谢谢我们的这个 在幕后默默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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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工呀 好 sehen